食物银行以杜绝浪费为原则 珍惜大地产出的丑蔬果 不过除了消费者对于蔬果卖向的迷思 还有一种行为也会导致浪费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只要是政府宣布实施行动管制令 我们常会看到在巴刹或者是大卖场 就会出现疯狂抢购的这个现象 我们深一层地去思考 蔬果食材有一定的保鲜度 如果采买过多又吃不完 是否会造成另外一种浪费呢 珍惜食物应该要从养成习惯开始 为下一代塑造正确的观念 除了延续粮食的供给 也让更多人能够温饱 也可以减轻地球负担 肠胃空间有限 但食欲却可以无边 肚子饿食 美食当前难抵诱惑 是每一样来一份还是理性克制 影响的不止是钱包 还包括食物的浪费 平常是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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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事 defeat 是一份一份就会减轻地吃 有些就会比较吃不完 或者是有些小孩子他们就有些会吃不完 有些家长叫得太多小孩子不吃这样子的会偶尔有这样子的 想要避免剩食 还有另一个把关者 那就是餐饮业者 选择八分饱 点餐前是自己的分量斟酌 吃不完打包带走 避免剩食 现在人都是太好命了 就是三餐都很温饱 如果你有尝试过肚子饿的感觉 就知道我们可以浪费食物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 全球生产的粮食中 有三分之一不是被损失 就是被浪费 一个不留神 竟由我们手中造成的圣食 便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厨房中频频罐罐的盐醋酱料 很多时候也是常被忽略的圣食 一个人住的陈慧芬 常因来不及使用瓶装酱料 导致食物过期 意大利面酱料 其实通常我们就是 一次性是煮不完的 因为它的尺寸还蛮大 所以也比较容易发霉 所以通常现在我没有什么要煮的话 我都会自己调酱料比较方便 都不再买那些一大瓶的 那个意大利面酱料 市面上其实很多都是固定的包装 就好像说面包啊这些 通常我就是会比较担心 买来然后吃不完 所以我都会选择就是 跟我的房间分享 不然就是带回公司 就跟我同事一起分享 希望说商家可以想到说 我们这些单身的 或者是小家庭的人 的话可以推出一些小瓶装 或者是比较方便包装的食品 透过减少粮食损失和剩食 可创建灵机二世界 也是实现世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大爱新闻林静兰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 欢迎点击贴文中的链接 收看完整版